台中十四一名四十九岁的李姓男子 在凌晨四点多开车行经杀戮正义路时 冲撞到了副义长严厉明的服务处 造成大门还有室内的摆设严重毁损 造势后竟然还当场逃逸 但是这名驾驶到案说明后 家属也说他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才会精神不计闯祸 对此也愿意出面之前 铁卷门被轿车这么一撞 整面凑起内侧玻璃整面碎裂 屋内摆设严重损毁 隔阶木门也被撞完物品碎裂散落一地 那旁边墙上的痕迹应该是旁边 就是撞上之后 然后摩擦墙壁就先来 这里是台中市副义长严厉明 位在下路区的服务处 凌晨四点多团召轿车重撞进屋内 从外侧铁门到室内摆设几乎全会 服务处上午全面进口 照来工人大整修 那里面的一些办公设备 还有电脑设备也都有回损 他在造势之后是有离开现场 那后来警方是根据 他遗落下来的车牌 寻现找到车主 由于驾驶造势后 当场逃逸 警方依据遗留下来的车牌 找到驾驶 导案说明 家伍说四十九岁理性男子 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疑似精神不济而闯祸 第一时间家属也出面 向严厉明致歉 療养院出院 所以精神状况不是非常的稳定 副义长严厉明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也选择原谅 对于法律上的责任就不予追究 严厉明和严冠恒得知驾驶状况后 确定他不是故意的 能够谅解决定不追究 但还是希望家属 多留意驾驶的精神状况 幸好这起意外 当时服务处员工都已经下班 幸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据财损部分 仍在估算当中 接着中部 坐下 好 好 谢谢大家